他們都比我年輕的時候輕鬆 年輕的時候我們比他苦多了 他們現在有的就是青春那個經歷 他們有的就是青春的時間跟學習 我想對我來講 未來的路還很緊 我想 去年年底我就決定今年是學習了一年 所以今年我安排了很多他們不曾觸碰過的時間 然後他們不只在技術層面的成長 也在心靈上面的成長 我覺得身為一個我是過來人的角色 我想幫助他們在還有的時間 還有的經歷之下能夠多多的學習 心靈的成長能夠是才是真正的能量 所以雅明哥對於這個四個的學生 算是那個愛之聲則之切 所以能給他們很多很多的push 有時候這樣說不到 我這樣講 我想外面的環境千變萬化 唯一不會改變的就是自己的能力 我想所有的能力都學在自己身上 只要你有能力 就不會懼怕未來環境的改變和外面的現實 講得非常的好 可是我聽說雅明哥你有在演唱會 我自己在那邊搖頭說 把這個藝人弄得這麼辛苦 好像是我造成的呢 你好像有喔 還是說你忘了這些事情 欸 歌手講這個話我其實不太有感覺 是所有我的團隊們 我也看到他們放了 工作人員啦 欸有人還新婚欸 對對對 他都沒有辦法著爽潮了啦 我想很快很快很快 他都不能去蜜月了咩 他都不能去蜜月怎麼辦 你這樣 我們有專屬的公司的醫生 會 好啦 這個希望呢 這個導音音樂的這個上下工作人 就是跟著雅明哥 衝就對了 飛就對了 對不對 所以雅明哥 這個今天呢 難得這個四少一再度的團聚在一起發片 感覺很歡樂之外呢 你身為老闆 對不對 是 禮物要送出來啊 當然 然後我覺得 走到今年已經算是下半年了 我覺得一路走來 要感謝所有媒體們的支持 然後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成績 那麼 我也看到身邊四位歌手的成長和進步 那麼 都要感謝大家 那麼接下來 為什麼叫新的時代 我相信明年老鷹唱片 將面對明年的新的開始 新的出發 新的不一樣的狀態 那麼為什麼叫最終章 也就是在這一章結束之後 四個人要各自單獨特去發展 單獨特 對 他們本來就單獨特 我想很多人都誤會他們是個團體 其實他們不是 最主要是從今年的學習當中 我想每個人都看到了他們自己的優點跟缺點 這非常重要 也看到了每個人適合發展的方向 我想接著下來明年就針對每一個人 最大的能量 最大的優勢 各自去發展 是 希望我們這個可以像這個老鷹一樣 離朝飛高高